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今天的股市是被学习的一天 好多蓝筹股都大跌 那开盘之前 帮托管客户在开盘竞价的时段呢 就紧急止损了几只 已经跌破支撑点位的股票 那躲过了今天的继续下行 环顾整个市场啊 咱们前天聊的小米集团 今天却是鹤立鸡群 在其他股票都大跌的情况之下 小米今天收涨3% 实属强势 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图表 大家好 我是昂哥 新加坡汇率证券的股票经济 和投资理财经理 找我开户 请填写我的代号BDK 那新朋友请点击关注频道 以免错过以后的精彩内容 那从图表中来看啊 小米集团自从前天 突破了阻力点位之后呢 连涨了两天 那今天的交易量和收盘的情况 可以看出来动能还依然比较强劲 有望继续冲击上方14块到14块半的一个压力区间 那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持续的关注 那今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 将要发表重要讲话 会对接下来的股市造成有重大的影响 那今天啊咱们先听听他怎么说吧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您有什么想让我聊的股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 每日股票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